今天我們要給大家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常常講到說 打擊犯罪 其實是警方的責任 但是在日本 黑幫跟警察 似乎有著微妙的關係 那今天晚上 我們就帶來看看 像我們知道的日本印象當中 黑幫最大的應該就是 日本的三口主 不僅我們要帶大家來了解 它背後的歷史 同時也要讓大家知道說 大哥現在都在坐什麼樣的車 或者是開什麼樣的車 那我們首先先來聊聊 雖然以往我們大家 對於這個日本黑幫的印象 應該都是在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裡面的情節 那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黑幫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力 其實日本黑幫的一個發展史 就很像日本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日本近代黑幫的雛形 我們可以追溯到大概是 明治天皇大政奉還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日本常常有天皇這個制度 不過天皇很長時間就是一個傀儡 甚至還有天皇餓死的 因為他的整個政權是掌握在幕府的手上 可是隨著幕府他做鎖國 但是近代的西方列強船艦炮利 逼迫日本開放國門 那麼這時候幕府也覺得 這樣子搞下去不行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政權交換給天皇 好啦 那你幕府交換給天皇之後呢 那幕府下面養的這些武士 沒事做了嘛 失業了嘛 可是他以前是仗著幕府的這個作威作福 現在你要他自己去謀生怎麼辦呢 那他只能去做一些這個 比較社會邊緣的事情 這個就是日本黑幫早年的雛形 那剛剛冠儀提到 我們現在一般想到日本的黑幫 會想到所謂的山口組 山口組這個組織不得了啊 因為他是目前全世界 可以說是影響力最大 而且最會賺錢的一個黑幫 最有錢的黑幫 最有錢的黑幫 這是有段典故的 為什麼他會成為最有錢的黑幫 這跟日本在治理黑幫的方式 有很大的一個淵源 其實山口組這個組織 他並不是出生於日本的山口線 他也跟剛剛我們講的 日本幕府的武士也沒什麼關係 他的這個最早的這個創始人 叫做山口村吉 那他最早是一個神戶港的搬運工 他是在西元1900年初期的時候 在神戶港當搬運工 也就是說山口組發展到現在 已經超過100年了 那那個年代 日本在大力發展對外的貿易 所以神戶港是一個 很重要的吞吐港 那麼既然是吞吐嘛 那一定有走勢 一定有些厲害的糾葛 那麼這位山口村吉 他就利用這個機會 發展他自己的組織 發展出來 就是山口組最早的一個雛形 不過日本沒過多久 他就走向軍國族裔 他開始做對外侵略 發展說我們全民都變成一個戰爭的機器 那成年男子都被抓去當兵了 那你黑社會沒有人 所以不只是山口組 日本的黑幫在二次大戰之前 還有二次大戰當中 他發展得非常有限 甚至他幾乎快要瓦解了 就成一個真空的狀態 對 因為沒有人了嘛 那相對的 等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這些打仗的人都回來了 那麼他們這些人沒有戰可以打也不知道幹什麼 而且日本在二戰之後 他的這個物價飛騰 那社會非常的動盪 那這些黑幫他們就迅速的拉幫結派 勢力就起來了 那包括像山口組戰隊 這些黑幫就發展得非常的快 那當然他們發展得非常快 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日本的戰後的景氣的復甦跟韓戰很有關聯 這個韓戰當然不是郭富城拍的那個韓戰 是那個韓國那個戰爭 那韓戰的時候 美國選定日本當他的一個大後方 所以跟他訂購了很多軍需的物資 帶動日本的景氣發展 這時候景氣的發展叫做一個 名字叫神武景氣 那當然民間變有錢了 黑社會的勢力也壯大了 就開始搞一些有的沒的 打家結社 打砸牆 所以日本政府在1960年代 開始針對這些黑社會 搞出所謂的指定暴力團對策法案 也就是說我要開始來掃上這些黑社會 可是你再怎麼掃都有限 他也發現說因為景氣好 需要這些人來幫忙維持這些秩序 後來日本不知道哪個官員 我覺得這個官員真厲害 他想到一招 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來登記好了 我來承認你們合法的地位 所以日本大概是全世界 唯一合法承認黑幫存在 你來跟我登記 就跟開公司一樣 你叫什麼名字 你黑幫叫什麼名字 那你負責人是誰 你老大是誰 你湯口在哪裡 那你有多少人 你的勢力範圍在哪裡 你要跟我登記 那你在這範圍 你可以做一些法律允許的活動 那你要定期跟我報告 可是相對的 對於黑幫來講 那我如果不去登記會怎麼樣 我就嚴格掃盪了 所以像山口主他也去登記了 登記完他就覺得說 我在做什麼 日本政府都知道 那我們一定要去做 這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他們也在想 是不是我們能去進行一些 合法的東西 比方說建築 比方說一些什麼 砂石這些行業 所以他們也利用了 泡沫經濟的時候 大賺了一筆 而且真的山口主 很會做生意 所以他們賺的錢非常多 甚至在泡沫經濟晚期 他們也做一些 社會公益的事情 比方說有發生天災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捐米 捐物資給這些民眾什麼的 那但是這幾年 山口主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招生不足 因為這幾年景氣不好 然後又少紫化 而且日本的3C動漫發展得非常好 大家都變宅男 都不出門了 所以他們也希望 我們跟社會有個互動 讓更多的人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幫派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人手都不夠了 我經營這些行當的人手都不夠了 那我還去搞這些 打架劫色的事情 幹什麼 所以他們就慢慢發展 他們的企業的經營 所以他們企業經營非常厲害 也都造就了我們現在說 他是一個全世界最會賺錢的黑幫 哇 沒想到黑幫不只合法化 而且黑幫還很會賺錢 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 為了要慶祝這山口主 這個百年的紀念日 所以在那個當時聽說 他們就是已經開始 有決裂的現象是不是 對 這個是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幫這個 第六代頭目私人 做生日 72歲生日 所以他們就在神戶的總部 就是聚集 講到做了一個非常盛大的 一個慶典 那時候真的日本的警察 當然也就是嚴加戒備 對不對 然後當時就是灌溉雲集一樣 一大堆黑頭車 都是Alpha Alpha的Lessos 這個一大堆都是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Aliki坐的這些車 他們都是幹部 這還不是真的老大 老大就在裡面 不用這樣出出入入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幹部都開一些什麼車子 那其實剛才我們徐大哥講說 這個三口組可以發展成這樣 這個六代目的這個頭目 實在是非常的有功勞 他其實他在2005年的時候就位 他上任 可是他上任因為涉案 不久就被抓進去關了 關了六年 那時候日本警察就覺得說 哎呀 你三口組快要瓦解了 你看看 你這個頭目剛上任 就被我們抓來關了 結果不是 結果反而他是一個很好的轉機 他在監獄裡面遙控 而且他把這個組織 做一個很好的改革 而且整肅內部 然後開始設立很多的這種幹部 所以他反而把組織弄得非常好 然後消除了內部的一些紛爭 做了一個很成功改革 其中他很聰明的 不只是企業化 他培養後勁優秀的成員 出國讀書 學成歸國就為以重任 所以說很有經濟頭腦 很有這種經營企業的 難怪又會賺錢是吧 對 這很重要 可是所以說近代的三口組 真的這位六代頭目私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現在身體還很健康 然後但是為什麼2015年 他們要辦一個當然除了是百年生日 這三口組百年慶 那其實他也隱含了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真的要來開一個團結大會 因為在2015年的1月份 他們開這個慶生會之後 其實8月的時候 真的就鬧分裂了 他們真的就是有一群人就因為 你也知道黑班最容易產生什麼 分配不均 權利 利益等等的問題 所以就有一幫人跑出來成立一個神戶三口組 哇 這個三口組本來就在神戶成立的啊 但是他就說我這個是神戶三口組 來表示他好像是更正宗 然後但是過不久連這個神戶三口組又分裂 所以現在三口組會變成這個三口組的三國制啊 他們也變成有一點點三國鼎立的這個情況 那剛才這個徐老師也講就是目前的三口組經營啊 幾乎已經完全轉向這種 呃 企業化在經營 一方面少子化 二方面呢 他們也希望這個 在日本的社會洗白 所以只要有什麼天災啊什麼颱風啊什麼 三口組都是率先去做善事 去贈災啊捐獻出人力啊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對 所以說這個變成說他在社會 在日本的社會已經是非常緊密結合 一般的人喔 在那個老百姓看到那個黑頭車 尤其那種S級還會不由自主的敬禮 敬禮 OK 所以這個是蠻奇妙的一個組織現象